嗨,大家好,我是RenMaker团队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YouTube的文章 用心规划YouTube影片行销策略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你影片的种类选对了吗? 想要提升影片曝光量 您必须要先了解YouTube的推荐机制 以及平台上的观众所偏好的主题 这次呢,YouTube推出了五项更新 包括长期影片洞察数据 热门主题标签 大量编辑影片章节 AppSense广告封锁功能扩张 YouTube Studio行动版本的黄标上述功能 而我们这次在文章呢 特别挑出了三种更新来为大家做介绍 分别是长期影片洞察数据 热门主题标签 大量编辑影片章节 在Search Engine Journal的报道中 也有提到关于主题标签的更新 而在Flip Web的报道中 也有提到关于大量编辑影片章节的更新 我们这次在文章中呢 也有放上影片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些更新的详细细节 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这些更新的资讯 或是想知道我们对这些更新的看法的话 可以到我们Ramaker的Vlog去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呢 也可以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我们将在每周更新最新的影片行销相关文章给您 请大家敬请期待 我是Cindy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